歡迎大家收看洞廢幾分鐘 今次要跟大家說的是 玉皇朝的多元宇宙設定 在近年超級英雄電影的興起 美漫的滲透 香港的觀眾終於了解到什麼叫多元宇宙 平衡世界 玉皇朝這個出版計劃 啊不是 修正修正 正確來說是中英偉的出版計劃 早在神兵前轉四元天邪帝就已經開始了 神前四就說了獨孤星夜的身世 元祖天魔和邪帝的誕生 神前五萬神之神就交代了希臘眾神 宙師 還有阿文天就在Loki身上學到變形術 以及知道了獨孤星夜的身世 以便他在神兵元祺F裏面可以代替邪帝 吸收了天魔之氣 再說回起點 完了神前四和神前五時 正式推出了第一次玉皇朝大戰 即是神兵元祺F 其實中英偉都有交代到神兵元祺的故事就是主世界 他有不同的平衡宇宙 包括超百多的地球 現在有龍虎五世的地球 也有軸心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勝的地球 即是說不同的作品有些是同一個宇宙 例如天子傳奇系列 因為天子傳奇的李世文 龍哥兒 他們也有在神兵正師世界中 匯一匯南宮問天父子 超百多的龍虎五世就是另一個地球 說回唐朝的時候 有一群天魔 乘著宇宙飛船 降落地球 他們就跟雷窩星茶上的藍宮父子 進行了遭遇戰 最後藍宮問天引爆天精 炸死了大部分的所謂天魔 然後吸收了魔器 變成了一個沿天邪帝的樣子 消失了 即是跟藍宮太平玩這個追逐戰 玩了一千年的追逐 有兩件事想跟大家解釋 或者我幫鍾英偉再整理一下 其實有網上很多人說 為何現在在王朝軍臨出的天魔那麼差勁 當年的元祖天魔 叫十大天神兵又躲又躲才能打贏呢 其實當年神兵元祺的天魔 叫做元祖天魔 元祖天魔是在元祺天磚分裂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天魔一族 就是外星人來的 包括元祖天魔 元祖天魔有得元祖兩個字 即是他其實是一個 你當是一個領導的角色 或者是一個高級一點的天魔 最後在遭遇戰遇到的 那些坐飛船再來的天魔 其實在神兵F後段 已經有交代到這些初生的天魔 其實是沒有智力的 他要經過千年的進化 去到清末才能進化到七掌佬的實力 而七掌佬也遠遠都不及元祖天魔的力量 最近在王朝軍臨23期出的 那群所謂的天魔 更加是量產型中的量產型 所以燕王真的可以說吹震風 就搞定這群彈散了 到底這群天魔是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中英偉是有鋪伏線的 在神兵F的最後一期 我們會看到幕後大佬 龍虎五世的天尊出來 跟奧昇河去打 一掌就打殘了奧昇河 他身邊的就是這群初生的天魔大軍 他一直掌控著 他透露了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的目的就是穿梭不同的多元宇宙 不同的銀河系 他要找回這群所謂的古代眾神 這群古代眾神就是鋁窩 宙斯和七柔那群契弟 也在劇情中交代了 宙斯和七柔的對話就是 諸神的黃昏都快到了 我們也是時候要射下古代眾神的偽裝 也就是暗示了什麼呢 其實所謂的古代眾神 只是一個被古代人展示出來的偽裝 他們應該是外星人 也就是在天尊同級 或者可以對抗到級別的強大外星人 不過要注意的是多元宇宙的設定 到底這個天尊是不是龍虎五世的天尊 我都可以寫包單說不是 應該是另一個天尊 包括現在在王朝軍臨出的玄虎 他的實力也跟楊元禁差不多 中間也說了他幫他的戰力調整 相信跟龍虎五世裡面的玄虎是不同的 是另一個平衡宇宙的玄虎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雷烈和鳳之 在清末編出的很英俊的雷烈鳳之 以及在龍虎五世的雷烈鳳之 真的只有名字是相同的 樣子是差十萬八千里的 由神前四到現在的王朝軍臨 其實也真是很有美麥的感覺 幫他營造了一個玉皇朝世界宇宙的大戰 但很可惜玉皇朝始終不是D.C.或是Marvel 他們對中英偉的製爪 甚至他們的按鈕決定 都很大大影響這個作品 當然神前四到神F第一部 都是相當精彩的作品 不知道為何神F2 突然搞超霸幾出來 然後搞狗奇不知做什麼 所以就被人腰斬了 我覺得現在的王朝軍臨 就是中英偉的現代篇或近未來篇 但二戰篇就剪掉了 現在突然爆出了一個 所謂的王朝軍臨的作品 其實也就是神F的未來篇 現代篇 目前的走向都看得爽快 亦都能運用到不同作品的人物的特色 我們可以見到南宮鐵森 和燕王的再出場 亦都可以再次肯定這個概念 希望不會白費鋪了這麼多年的設定 包括英靈殿、奧丁、就斯 那些所謂古代眾臣 當初超霸幾世界的雷哲和力家 亦都是所謂天磚的手下 這些一切一切的設定 希望都不會白費 可以再循環 即是運用出來 作為香港最大的漫畫出版社 希望他們都有這句氣魄和胸襟 讓中英偉繼續發揮下去 我相信王朝軍臨的銷量 應該都不會算是很差的 希望他們都可以保持這本漫畫的製作質素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你有這麼多的牌頭在裡面 然後自己做臭 其實就是一個很不明智的決定 希望大家支持這本作品 買書、買書和買書